Di 各位知道 我刚刚的疫情期间 我已经定义 就是 画这张四一图给你们看 然后 时间点 时间点应该是 20 2020年的1月1号 那这一段是什么 没有疫情 所以我就定义为叫无疫情 那请问一下 这边是无疫情的话 那右边是不是就是 因为 因为我后面等一下 我要自动带出来 就是台湾疫情 台湾三级二级这样子疫情 可以吗 因为全球疫情跟台湾疫情 真的这边进出口发生的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边值得我们来去了解 所以这个应该就叫做有疫情 所以 所以我就叫做全球疫情好了 好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了 那我现在就要在泡边里面如何做到这件事 所以请注意在这个地方进口 进口 滑鼠右键 随便你选到任何一个都可以 然后新增资料行 可以吗 是新增一整行的资料 我要把每一笔记录都定义好 它是属于没有疫情还是有疫情 所以第一个动作 滑鼠右键点到 点到这个进口里面任何一个右键 第二点选新增资料行 不要选错了不要选到什么新增量子 或者是新增快速量子都不是 我要选这个新增资料行 其实这件事情在这边做 我觉得也很慢 你们应该会打那个衣服吧 会哦 那我不要用这一招 我直接用写那个参数的方式 好了 来 因为 因为我跟你讲 很多的函数 它都已经帮你内建按钮化了 内建功能按钮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们应该要学会的 你反正就是 不要知道很多那个 像那个以色雅我刚刚讲是说 你已经懂 你假设你的前提是你已经懂 易辅了 你看像刚刚我就没有跟你解释 因为 易辅它是一个 判断 它是一个 条件 条件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先 先放成立 还有为什么他就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成立又不成立 对不对 好 那 那这些都是需要解释 但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假设你们都会 所以我根本就 这个参数 怎么把我连介绍 都不想要介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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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